我看过一篇报道 上面写着 精神疾病影响了西班牙百万的年轻人 现在全世界有忧郁症三亿五千万人 因为想不通到最后自杀的人 每年有一百万人 因忧郁症自杀 社会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现在连我们出外旅行都担心 各种交通工具对我们带来的伤害 所以心里产生了很多不正常的思维 造成了自身的精神的压力 在澳大利亚 一位父亲因为想不通 开着自己的四轮驱动车 带着两个孩子 一个五岁还有一个九岁 直接将车开进海里 几分钟之后一家全部被淹死 现代人想不通 红尘人生 每个人的欲望已经代替了希望 所以你争我斗伤害了别人 跟伤害了自己 佛经上说 人因为有自我 就是想的自己的太多 便产生了痛苦 我们现在夫妻吵架 也就是因为妻子认为她有道理 先生以为她有道理 所以就产生了自我观点的不和 才会产生的烦恼和欲望 所以过去的绝对不能再让她 留在自己的心里 未来的我们一定要去努力争取 所以好坏顺利在人间 其实都是一种暂时的需求而已 人一直活在追求和欲望当中 所以人的幸福不是因为你拥有的多少 而是要懂得知足你才能快乐 平平安安过一天 就是有福之人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各种癌症疾病 天灾人祸 车祸 据统计 全世界每一天 有将近二十五万人左右死亡 所以事事无常 有生就有灭 有烦恼的人 因为一天到晚看到别人的过失与缺点 所以学佛人好好地控制好心态 不要让别人控制你的情绪 如果你不给自己增加烦恼 别人不可能给你烦恼 学佛人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是属于你的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我们本来就是为我所用 但是并非你所拥有 放下执着 一切要看空 一切随缘 这就是佛法讲的 看开放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